拜登總統動用提用權 對我國提供總金額3.45億美元軍備 接下來雙方會如何展開接洽 美國政府長舉旅行 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對台安全的承諾 我們相當的感謝 實際上美國的總統提用權 除了對台軍售以外 是對台灣入國防衛最重要的一個工具 我們和美國之間一向保持很緊密的 這個溝通跟協調 未來會在安全問題上 繼續維持緊密的溝通和合作 我們繼續來推動國際秩序的維持 同時也要來增進海海 以及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和永續 維持很好的現狀 農委會總委陳啤豆一直盡心盡力 不僅讓會作中文能夠避免進入侵台灣 而且努力讓台灣成為亞洲唯一的豬溫非議區國家 並且推動台灣農產品的國際外銷 造福了很多的農民民 我們希望未來陳啤豆部長 能夠在這個新的農業基礎的崗位上 繼續來全面照顧榮一民的福利 另外環境部的新的部長 薛富勝校長 他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學者 他學養俱佳 他在擔任這個校長的期間 就積極來推動有序發展 還有循環經濟 以及碳會的相關研究 我們希望他上任以後 除了繼續監督台灣的環境保護工作以外 也能夠來推動台灣的淨零排放 以及碳管理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好更堅韌的國家 全站建設本來就是為了要因應 國內外產業技術創新發展的趨勢 而且要來平衡我們城鄉的發展 這些預算呢 實際上都是通過國會的審查 並沒有偏重哪一個特定的縣市